那第3版很快嗎 太空 想要是太空 小物飛出去了 這什麼垃圾伺服器網路啊 欸 這邊畫面的一個轉世 然後瞬間的 兩台粒子差的一個對決 又是一個那個 強一的一個局 又是主線舉行 王牌對王牌 這個地方沒有被壓 這邊小胖 沒有小胖這邊他拉得比較快 哇 他開氣沒有什麼開氣 他在這邊擠了 他那個氣有沒有開過沒差 哇 Rs這邊擠了 這邊只能做中段名次了 小胖是第一確定了 喔殺掉了小韓 叫 林濤 在暫時到2 蘇合123 其實超超這邊 在連續關注中的面對 林濤和小孩的家庭 他已經放棄了 可是後面的隊友沒有 沒有強行的上來補位 他已經在街上去進行一波調整 想要去卡位了 卡掉了小韓 這邊的話想依靠小明 一突三不太可能 突一個是可以的 因為沒有路了 因為肯定金哥這邊是想要去拉開距離的 對沒有路 而且是沒有路了 喔喔喔看一下 這邊的話沒有問題 真的 只是讓人一下而已 保持一下懸念 張志 不一樣喔 張志 保持一下懸念 小心成為毒奶 張志 那麼最終 123 恭喜蘇合 根據我多年的比賽經驗來講的話 看到這一幕 我已經覺得 可以總結出來了 比賽是需要驚喜 對 就如同我剛剛所講的 別放棄 別放棄 是啊 所以啊 如果說比賽選手都像你這麼想 對吧 所以得保留懸念 好嘞 不能提前預判 這才證明我有經驗 那麼 恭喜蘇合 孩子蘇不會噴網路了 小木可能會噴啦 其他不會噴啦 這有對他們的了解 應該是會選擇換車 對 雙方的話都會選擇換車 一個搶一個就 不換 不換 就是這麼剛 我的路越早要噴了 小胖不換喔 小胖不換車囉 小胖不換車囉 我們來看一下進去開局 這邊的話可能會頂 頂頭 出去 有沒有 自己頂了雞哥 那麼 發射位置上的 小木跟小明這樣出去了 那 應該 我 小明這邊跟小木這邊 默契有點不好 小明開氣了 小木同時也開氣 然後小明就讓小木先走 然後 小明就把第二名位置交出來 不過現在也要回來了 這一場我覺得 八九不離十 阿還是贏了 小胖已經完全失效 炸堆了 小胖這邊 難回天喔 他是實在車 他礦車在好 他也很難 很難 轉過去 實在車他的車型太大了 在礦山這種小小地圖裡面 很難去轉 那是肯定的事情 好嗎 好 靜洞小明這邊是小小的去騷擾了一下文浩君 那是永不放棄喔 後面扎的也挺那個的 挺那個 挺接近的 然後這邊的話 然後這邊的話 我卡了一下 對 那麼前面的話 小木在那這邊 是拉得比較遠了 對 拉得比較遠 這台車的確 不是那麼適合跑正上圖 車型太大了 你如果是自己跑的話還好 但你如果要過人 他一個彎很難容罵兩個人 一比一平 也不是比較比 也不是比較緊慎 要看地圖 因為這樣地圖 就很像一開始起跑出去 就贏了 真的 你只要不失誤 然後不失誤的話 直立選手通常都有這個能力吧 就是通常你做職業選手 你在領跑 可以允許你有一些小失誤 但你絕對不能把自己的名次掉下去 或者是撞得很嚴重這樣 所以基本上這樣 這樣地圖出去 只要是職業選手 大部分都不會 不會不會輸 對 今天怎麼沒提直局 因為我要那個 期中考 我期中考考到昨天嗎 期中考之後 11月5號到11月9號 所以就沒有辦法去 要不然我今年 今年的隊友是 張伯 3S跟 D兆 還有小男 賴我 對 觀眾朋友們 給你們支持的團隊 然後 摳出他們的名字 好不好 哈哈哈哈 我們看直播卡嗎 一個 逆天性的一個氣泡 哇 這一個 這一個 起跑 喔原本要說優勢很大 但這邊蘇合把自己一手好牌打亂喔 帶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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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了一下之後 明智瞬間就丟掉 反而 對明智瞬間不一樣 這個發生了 有小孩子發生事情 有特點外線拍起 不知道外線 不知道外線 他這個對抗是很 成功的 小孩為什麼上來 他被那個網路打上去了 對對對 小孩這個運氣好了 上到第一 不過自己的路線有一點問題 為了防止自己撞牆 然後把氣鬆了一下 要把第二名的位置讓他回去 這邊 俊虹會做主擋 外甲內 夾到了 這邊有網路 網路的一些問題 所以比較看不清楚 但是外甲內 俊虹那個外甲內執行成功了 哇這一個網路 網路衝突 想那個救贖 再來一次自我救贖 但是這個距離的話 而且路線 都有些那個 整個路線都比較保守 這個海洋劇透嗎 這個全國觀眾都能看得懂的局勢啦 那麼 出版就是面貌用區 123 這個 這個東西啊 巨虹小木 這個陣型的話 應該是 過了 比較好的陣型 對吧 嗯 為什麼那個 沒有拿那個第四名呢 啊 到底講的話 124的一個起步的話 是最好的 你的意思是說 在考慮下一個 對在考慮下一張地圖 因為下一張地圖 是拼起步的地圖 你個人覺得是拼起步嗎 還好啊 我覺得123起步也很好啊 123起步也是三台中間啊 這張地圖的話 其實很吃起步的 怎麼說 123 如果是那個 刀鋒這輛車出去 123跟124他的 排位的順序都是一樣 就是三台 三台車是在一起的 所以張伯說這個 其實沒什麼大問題 沒什麼大問題 123跟124是一樣的 你把我頂開了 我可以繼續 123跟124都是三台車在中間的 只是說一個車會從 這一個 這一個地方 變到這個地方 就是變這三台 所以意思是一樣的 套路 是雞哥沒有起步 雞哥沒有起步 這 這些人太會玩套路了 那麼小鳳這邊啊 十三道地 玩刀鋒是處於一個頂跑 對吧 那麼兩台的意思 處於二三 有收射到的時候 他那邊啊 直接 就按照你說的 那裡子差又來了 呵呵 那麼他 做得比較好的 首先是 把自己的防守天津 對 收射到的時候是卡來一塊 哎呦 狗飛了 狗飛了 狗跳 剛才的話 這一波 應該是自己隊友那邊 使出那波 因為那個 小胖現在上到第一名位置 不過 這一張地圖 後面刀鋒的話 會比較好吃 因為這樣地圖 很需要氣 然後刀鋒有三顆氣 哎呦 又有尾流 所以問題不大 長某公的看法一樣 還是有點東西 對 長某公的看法是一樣的 爆那個尾流 一點都不愛劇本找 一點面子都不改 來 落地的情況 又爆尾流 還要強頂一下 沒有選擇讓 可是一讓的話 就是 現在的RS這邊 戰具有很大的優勢 不過 軍紅是在第八名 他已經沒把我上到第七了 所以看小木這邊有沒有機會超小胖 那我覺得這個機會小 可能是要弄二三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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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 停車了 小木停車 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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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騙到了 騙到了 小木那個停車 他沒有停到 但小木那個停車 逼迫了 逼迫了小韓 必須要繞外 然後去躲他那個停車 然後沒想到他那個停車 是故意不停的 他騙到他那個小韓路線 必須要繞外之後 他們三個集體往左邊 往最內線的路線貼 然後用路線壓制 然後做二三四 刺激刺激 趕快吃一口餅乾 泛韓的內心是崩潰了 其實 因為他已經突到第三了 已經突到第三了 對 只要那個地方 他成功的點一點 然後繞到外線的話 拆一下那個路線 他沒有被停到 小韓沒有被停到 他是被騙 他其實是一個小角 他並不是 在那邊 對對對 因為小木小木在前面 然後叉叉在旁邊 然後他夾起來了 他沒有辦法了 對他只能是選擇那條道 對 然後正好是被第二名給 來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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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呵呵呵 那麼進去開局 那麼第四大盆的比賽 啊 蘇哥說對的 打得更有想法啦 每一個車隊的那個 對 那種姓名上面的那種 配合 太完美了 還是堅持自己的風格 對 對吧 沒過 前面最後衝刺爐 應該是大木老師的一波 對 可以啊完全停車的人 就可以了 不要逆向就好 然後成功的下足夠大 這場 神山的優勢蠻大的 因為在前面的是 XX就是小名 然後叉叉這台車跑 這一張肚子還蠻好跑的 但小名這 這車 就沒那麼好跑 怎麼說 我不知道 哇 林濤這邊是有一個著數 他沒有拉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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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濤再來 那個小胖該卡來 小胖卡來 林濤沒卡來 然後 林濤就把小胖撞出去了 對 只要能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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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胖這邊應該會怪林濤 我覺得 而且你們有發現 林濤的追擊的越來越快 我撞到 這一波 停了一波 回到二了 回到二了之後 小胖繼續追擊小明 小明在車對抗 蠻烈氣的 好像是這樣子 但是 小胖這邊停 不停 唷 零套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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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只要能守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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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ique 衣服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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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山這邊都最後最後一顆把握得非常的好 郡紅這邊有一個停車 然後這個停車停的很好 最後的時刻 他是想要去保自己的第四 因為他覺得如果他去換的話可能後面不會的會有危險 對 對連續兩場關鍵停車 郡紅 郡紅真的停的好 最後他有壓下 然後剛好 小孩跟他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的情況下 他還是來在前面 對不對 然後小明就適時的從旁邊這樣拖飄拖過去 拖得很好 你這個速度拖得很好 我中你一套 其實我個人覺得 就是說有些時候這個陷阱 是不能不去摘的 配合劇情罵這個東西 對有些時候的話這個 這個小孩啊左邊右邊都有人 只能選擇這條線 對 沒有辦法 這個 抽屁位得上啊 對啊 有靈桃大好大懷 哈哈 其實剛剛 還 運轉一下的話 那個 靈桃的衝擊小胖的 哪邊烈屍就幫哪邊加油嗎 對 有點著急了 那麼 畢竟啊 後半隊當時可能覺得 對 林桃主動自己輸了 這邊的話還是 這個位置 對 我這波大混亂 大混亂 這個路段 剛才是出現了一波 好 優勢反而是到了蘇合手上 然後前面是 中大明是蘇合的 你還是把小胖放在了第三 把小胖 雞哥跟小胖的一個操作的話 那雞哥肯定選擇願意讓小胖去 那個 小胖卡蘭 小胖卡蘭 神山應該是至於讓 俊宏跑第一 然後XX打掩護 小胖在前面 沒有 選擇一個晃位喔 選擇一個晃位喔 晃位之後小胖這個拖飄 哇這個路線完美 瞬間的兩個 這個是一個路線上壓制 直接拖 拖過了XX 然後這邊又一個 拖飄 他這邊氣少 欸又擋到了一下 不過這個檔 這個檔小胖這邊有出現一些誤差 不過那個 小胖救回來了之後 雞哥補上來 這邊看一下 俊宏會選擇做中斷名次 還是追前面 我覺得應該是做中斷名次 不過這邊也是有機會追前面 因為這邊是沒有二段加速的 這邊是一個加速袋 除非他走右邊 但他走右邊就會有一個瞬間提出 俊宏就會有一個 哇這個 後面雞哥是 提前在加速袋的時候開啟 前面都單磁 都單磁的一個模式 來啊 沒辦法 那地方只能天進內道去搶 請我這邊擠 那邊擠 喂 大胖大雞 一阿 不確定也十點多了 看來前兩條力竹 前兩條力竹 前兩條力竹 的運動情況並沒有影響到數個 感覺出來 還是按照節奏套路去打 對還是按照節套套路 他那個路線是一個很完美的一個壓制 他連續三個彎 連續三個彎是非常完美的一個路線 然後直接過到裡面第一名 然後 在那個大下坡兩個 連續兩個大下坡完之後的右彎 插插那邊想鑽 或者是想凹他 但問題是插插的氣少 所以導致說他失誤之後 他一定要多擠一顆氣 然後同時他要拉回那個車桶 他最後拉不回來 掉到第三名 然後讓俊宏補上去 俊宏補上去 因為俊宏是一台九代車 所以他真的沒有辦法 而且他氣也沒有到很多 喔喔擦很掉 這什麼網路啊 他在那個跳板的時候非常難控制 那其實在第一大盤的比賽裡面 他是選擇在後續動場中是選擇去收你 對 收的 但是你看他擔任那種主攻位的話 就有點難搞了 前面的話又是林桃和小胖 看一下這隊組合這邊怎麼去配合了 這邊還是 這邊是一個路線上的壓制俊鴻 不過這邊會飛起來 因為感覺就是 我需要我需要我 小胖這邊一直在積極的做一些對抗 不過 小 小胖這邊還是轉的過去 不過後面小胖是實在車了 所以小胖這邊實在車優勢還是很大的 果然這邊靠實在車加上一個尾流跟二段 直接過了 這邊還是在做一些碰撞跟推擠 不過這個碰撞是不應該的 小胖這個碰撞導致自己的路線是整個歪掉 我真的還凹到一個 不過小胖這邊沒氣了 小胖這邊沒氣了 看他這邊的 OK他把氣補壞了 卡蘭 小胖這邊還在追前面靈濤 同時叉叉也上來 這裡點小胖 不要點大甩 果然點小胖 點小胖會有路線上的壓制 暫時 他手環會比較快點 喔喔喔喔 不明兩邊的運氣都非常差 這邊是一個一換一 一換一之後就是又是 兩台實在車都對決了 兩台車都翻了 這個都運氣問題 這邊 他是不是卡蘭 喔沒有卡蘭 我為了避免這個卡蘭提早起跳 他提早起跳的效果就是撞到 哇這邊停小孩 小胖被停掉了 小胖被停掉了 2 3 4 6 2 3 4 6 這邊要保二 林桃這邊 林桃這邊要想辦法停 然後小胖這邊也要想辦法 哇自己撞到 2 4 5 6 2 4 5 6 這邊1 2 會不會還有 沒有啦 又是一個2 4 5 6 哇喔 你不能說小胖這邊不小心 而是小胖這邊已經有下 呃 放 放掉他的上 然後 試著去做一些防守 因為他知道他自己要被弄 但 後面的力道實在太大 直接推到他上牆 他如果是側著撞牆還好 他還可以馬上 接甩尾 然後接下一個彎 問題他正的撞牆 他必須要彈 進去然後再彈出來 XX這邊的判斷還是很厲害 XX今天的路線 跟一些食物會稍微多一點 但他在關鍵時刻的一些 卡位 跟助攻 感覺還是他最擅長的 他的停車 每一個都相當的精準 很仔細的抓到別人的心理 XX這邊的停車還是很厲害 3分頂先 4比1 然後後面啊 是變成那個 比2 好奇跑老奇跑大木老師 帥先這忙 其實這一招地主裡面 在第一輪的比賽裡面 是有一個非常精彩的 性頭的啊 你們拉了一個雙甩 雙甩拉完之後 XX在前面 不過XX這邊沒氣 看到這邊還在急性 暫時把氣迫回來 不過文浩軍這邊 有一個進攻的機會 喔這邊 這邊 小胖這邊有個很好的意識 他怕被撞掉後被凹 所以他放了一個下 他壓了一個下 然後暫時 暫時縮了一下 現在在第三點位置 喔這一個網路 到你這邊 跑車已經進入到自己的模式裡面的時候 我狀態的時候 小胖這邊是把XX的路線擠掉了 現在在第二面 哇他這個路線 喔可以 救的好 哇 啊 XX又走了一個外道 文浩軍自己主動掉了 但是這一個外道啊 應該是賽場上出現的不掉線 啊 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剛才小胖這邊是切到了第二 小胖 小胖的話應該是在第二的 而且那個路線非常的穩定 對 而且是拉開了那個 粒子X的那個局 所以呢 這一局啊 現在 得身上裁判去看一下 等裁判 等裁判 這一波開始協調 好 因為的話小胖這邊已經是收住了 當時 你看到他在一個第六位的一個位置上的時候 他已經開始收了 啊 現在變成林超的一打四 寶貝大隊長 呵呵呵 這一盤就斷線了 突然之間 往一波掉線好像似乎是 在這邊啊 本來是一個比較流暢的比賽節奏吧 對吧 你也不知道這個節奏會給誰帶來好運了 對 到底是舒河能緩步起來還是RS一鼓作氣 對 好 我們等待一下現實下裁判的裁定 因為金哥和小胖都沒有跑了 都沒有跑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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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意外啊 是出現在了比賽賽場上啊 那其實的話 海盗跑道迷宮啊 前面的一個局面的話還是比較視聚力敵的 對對對 因為雙方的在過梅花莊的那一段的話 其實優勢還挺大的 對 所以美花莊這個路頓的話 張子導一看啊 前面的名字是 原本要比這個嗎 對啊原本要比這個 還好沒去比 要不然這網路真的會 我真的會被氣死 這個不可能的呀 在那個地圖上面 在那個彎道上面 我想問的是 你是不是第一時間以為林涛掉了 啊對 哈哈 你怎麼知道他 我真的以為是他掉了 我說不可能 小胖不可能在那個彎道能犯動第一級錯誤的 結果呢就是 確實是他 確實是他 跑到第二圈的時候 小孩和極餓已經是沒有進行一個遊戲了 已經選擇那個原地踏步了 嗯 伺服器爛 原地自動機器 自動是機器不了氣的 九袋車好歹也要一拜嘛 好吧 他們放著林涛自己在那裡訓練 那是什麼啊 看你這麼冷的 給你多跑一下 第四大盤這個比賽裡面 是創造了無數的精彩的鏡頭啊 我相信直播間的朋友們 應該是能夠感受得到 在比賽到最後一個 千萬不要放棄 尤其是 你有機會再去製造 一些中間段名字的時候 對 千萬不要放棄 一切皆有可能 那麼這個時候就需要 對 對 雖然說大的 但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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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麼理解 可以這麼理解 可以這麼理解啊 而且轉得非常快 不會那個跟你僵持在一起太久 我覺得 這就是 尤其是這邊 那邊這個 九尋木橋 那邊 他 對 那一波 怎麼講呢 我感覺啊 是一個運氣上的一個 對 對 其實他也很棒 對 可能他和小孩也做了好多年的隊友 可能他和小孩也做了好多年的隊友 那人吧 講的話那就對了 對吧 對 那可能去聽 別的人的話可能很難聽的 我我我講實話啊 聽我的就知道 對 我只會聽內線啊 我 哈哈哈哈 你不是說聽內線嗎 我可能只會聽那個整個線吧 或者或者是師父長啊 我送我的 對 來吧 就這樣吧 按下鍵跟直接 放棄停車 插 呃 按下鍵是 保住自己名字的同時 然後投慢對方的節奏 直接停車就是要做名字 黃黃老師各邊選手這邊啊 想啊 我讓一個名字上去 那後面的隊友啊 你的隊友可能也這麼想 哈哈 你有沒有遇到我這種情況 有 太多了 好了 你在前面放個名字上去 然後我要去請問一下 我們的自己隊友 有一點時間的想法 嗯 讓個剛好 來吧 來是那個我們現在的 你剛好上去 你剛好上去 來 哈哈哈哈 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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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了 在 但是 打 中間 下來了的話 你搶 所以 打 打 中間段的話 是 而是最好的 要需要 每個人都有相同的情緒 如果 中間 就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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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我們 說不定 才爆開 那 他只能說 他在我們 打 打 打 就像日光城的一樣 兩面夾機 兩面夾機 他只能一直 往中間轉 這邊 這邊 這邊降溯了 然後這邊加熱 一點辦法 都沒有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 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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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然後這邊 拿著 跟 跟 拿著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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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踢过来,我踢过去 所以这边啊,这个比赛啊,有的时候都是都有 就看,就看那个当时他们的一个队友是怎么那个去那个抢,去那个指挥 其实每个团队在比赛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那个指挥在里面的 就看谁的指挥比较冷静了,这一点 但是我觉得IS这边的指挥的话,相对来讲的话比较默契一点 因为,这是韩国,听不懂中文的啊,有一个 也就是说只能是用简单的英语去进行交流 我估计也是用简单的代号,比如说,保他 然后就是用代号来决定跟小胖交流 所以说呢就是,所以说前面是拉开的底线 所以人家配合新鲁和IS这边在这边的把握了 这边的话,这边就不需要使用在IS 当然啦,从比赛上来讲的话,IS这边是暂时领先 各有算力吧,各有算力啊 嗯,该那一场,应该是会重赛吧 这边就很绝胜,这边就很绝胜了 这边就很绝胜了 这边就很绝胜了,这边就很绝胜了 这边就很绝胜了,就是在这边上一个 就是最后已经关键弯道 第四大排动还是五开我跟着感觉 对,还是五开,对 没有说达到一种那种碾压型的那种状态的 不去,不太少 包括今天的四大排都很少 压得挺累的 而且,我感觉双方平对这边的心态调什么特别好 哎,贼快 手当其松的就是林涛 我在想啊,我在想啊,是不是平时直播锻炼出来的 哈哈哈哈 哎呀,能上到大舞台的都是有一个大差的 因为像以前 在美大比赛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干扰的情况下 对不对 基本上没有吧 对 面对的每天的这个 自卑的压力可以相对而言小一些 没有啊,也有啊 有天八 天八 在天八的话会经常控制我们的 对吧 心情可能咋了 我觉得是的 我 我的 也会有 多多少少肯定有 要不然大舞老师找着奔吧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是不是小枫和你的关系特别特别好 所以经常调改小枫 啊,这样的吗 哦 是蛮好吧 嗯,行吧 厂上花个都没好 厂下的机场也蛮好的 我们的现场还能够 多好的,好吧 嗯 嗯 嗯 现在呢 现在到了那个 那边的 站地 对 现在 现在 那个 那就是一个明显的抗议了 说的很直接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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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话是拿到了一个 六比二 六 五个 塞点 对 五个盘点 啊 哇,还要播第三 还要播第五盘 还要播第五盘 其实从这一大盘点走出外面的 超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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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如果 如果 苏格 拿不下 这个一大盘的 三名的话 那么 拖不住 他们的 和Rs的 和Rs的 那么接下来的 最后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 分析一下 我说 我说 我首先 尽量 努力的去 打完 这一大盘 不管说 因为本身比赛的胜败 难料 所以 尽量去摸 或去摸 对吧 对 因为已经到了边缘了嘛 我再不出手 什么时候去吧 反正 死活都是那个 你原来就是 你那个 我们再打一场 十点啊 这样也算分了 正常来讲算啊 正常来讲算 台湾的规章也是算啊 台湾断线也是算 也是算分 你们可能会觉得 有點不公平啊 不过这种事情 我们还是一直在爬 像我那一年 在打 台湾奔的 甲族的时候 桂冠 他第一张地图 杀不需要工地 断线 然后他那一场 一直也没分啊 越爬越顺 越爬越顺 你会觉得 一张地图 一张地图 然后就是这样的情况 他就把这些 恐惧 结果 一张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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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再 一张地图 一张地图 又 他 他 上 紧度广场 还有游戏 包括前面 后边的山 渡头 其实整体上面讲的话局势就是过于 就是你讲的过于的一个谨慎而丢掉的分数 其实并不是选择 过于谨慎 想要趁身追击 并不是这样 反而是过分谨慎 在0比0的时候 咱们两个也分析过了一个一点 就是双方的很有可能过于谨慎 你有一方也很有可能过于谨慎 ем间 ent 有 有 一 有 有 有 冰的那一區又怎麼過 好那經過上一場神山是拼牌了 這樣十四八九看起來是要進入到第五盤了啦 林濤這邊跟小木這邊有空中有沒有砰撞 哇而且這個距離拉得很開啊123456是一個集團然後七八名是一個集團 七八名現在連小力圖都看不到 那這一場基本上你就要看小木跟XX一定要搶一二 要不然這場是贏不了的不可能贏得了的 那這一場優勢全部都壓到了蘇河這邊 看一下小孩這邊一直想追第一名哇被停了一下哇小木這個停車是可以的 然後馬上追到了第四名 瞬間到到第三 追到了第三 這邊哇一個 第一個網路的衝擊 我要衝內衝 哇 這個內衝 有想法 但 有想法 操縱沒跟上 他在 他在那個直衝那一刻 看到自己車比小胖快的時候 就應該 壓壓後 對 所以我選了不加速票移 繞過你的殺之後 然後我再加速 然後你就沒有辦法 你拿我沒招了 對吧 其實這一局的話 大門老師這邊停車點 停車點已經做出了貢獻了 對 起成效了 因為那個時候 但是小地圖真的 這一次的話 Rs這邊的一個發生實在太差了 太差了 那麼前面的話 有做一二的機會 但是呢 小胖這邊 他的調整的太強 對 我們來到了 第 三輪地圖了 重新 開始的第三輪地圖 刀劍野腕修煉館 一樣 這張地圖 不管這麻煩了 罵就罵啊 這個是正常的 重賽現象啦 至少從台灣來看 這個是正常的 至少從台灣來看 這是正常的 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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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有一點點 但是在這一張地圖上面 是沒有運 那按照規定來的 這感覺到這裡的地圖 整體賽道的看度 太窄了 所以呢 發出 處理效果上面的話 更要求更高 對 你看像這樣的一個 微操的一個細節 哇 這運氣也太差了吧 但是 但是 被直接帶走了 帶走 林桃這個運氣太差了 這邊 神山的 自己人 有一波失誤 然後連帶到自己人 他他帶到自己的效果 不過 距離 一樣是停定的 有效果 而且在前面 停了一波車之後 也把他們給打亂了 對 哇 軍紅這裡有一個主動失誤 然後同時帶到了小韓 現在優勢是到了神像這邊 不過小胖這邊竟然是靠著一個二段加一個尾流 然後直走 然後倒到第二名 衝到了第二名 哇 這邊拉了一個段位 這邊有空甩 空甩按掉 應該是已經有按掉了 這邊也看到 哇 帶到了 他他這邊的空車 這邊 俊弘 還要在那個 內凹嗎 十五個還是有點多 哇 沒中到 哇 沒推弱 沒推斷 沒推斷 還想殺 制度還選擇 制度還選擇 不會去跟你剛剛 人家躲一下 保證自己的名次 沒有 沒了 那麼 雞哥和大王 一套 西蘇哥 這一局 雞哥很靈光啊 這一局 不會被擲 這一局是在和小木 在前面 在一面 真過程中 直接把小木給擊掉了 對 佔據了優勢 那麼後面的話 大王那邊好打很多了 對好打很多 其實我說了 就是暗S的核心 他依舊還是小木 你說小木挺煩人的 是 真的挺煩人的 這個人 昨天跟我透露了 說 說這個 iS幾邊 我只吃小木的停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哦 是吧 是不是吃小木的停車 是的 唯一對小木的停車 是不是感覺 有一種恐懼被安排了 哈哈 來下一張地圖 刀劍龍之路 單圈地圖很吃節奏 看一下這一局的開局了 起跑依舊會選擇那個雞哥 酒袋車嘛 酒袋車嘛 對酒袋車嘛 先出去啊 隨後就到 又是靈桃 又是靈桃 靈桃 靈桃在一個開局 靈桃起跑都好慘 都是屬於這種劣勢 這樣雞哥跟小胖 哦小胖被被凹了 欸這個好慘 這個凹得太慘了 那其實前半段的話 那這一場 前面是錯維了啊 前面雞哥是用遊俠 XX是用 時代車 這個時代車在跑這樣 渡的優勢太大 而且這樣是個短賽道 只要XX 超過雞哥 雞哥就沒有任何機會可以要回來 哇 雞哥這個阻擋可以 不過還有機會追 這邊還有一個尾流的機會 尾流爆 主動去做對抗 不讓你速度起來 但是還有一個尾流加二段 啊這是小雞 哇壓得衝甩 沒撞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決勝點 哇 內 哇撞到了 補上來了 小明補上來了 哇 他他很敢 雞哥能做的都做了 雞哥能做的都做了 第五盤 第五盤 然後雙方進入了一個 雞哥進入了雞哥進入了 那個車種的差距太大了 車種的差距太大了